吉林省纪委监委报告称 该省副检察长吴昌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港媒认为与前央视名人瑞成刚已贪腐结案或侵判有关 56岁的吴昌志市吉林检察院高层 最为人熟悉是2016年时与央视前主播瑞成刚涉滩案件有直接关联 更让人意外的是 吴昌志市前中央书记处书记杜清林的外省 副国级高官杜清林退休前担任中共政协副主席 江泽民派系成员 杜清林的外省吴昌志曾在吉林多个地方任职 落马前在任吉林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 央视女主播刘芳菲的丈夫 副商刘希勇的案件也是由吉林检察院总体负责 因此有猜测说 吴昌志才是该案幕后指挥 不过 原央视主持人瑞成刚案件也是分派对吉林管辖 根据当年起诉书 瑞成刚被指向杨氏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行贿40万元人民币 而瑞成刚个人受贿20万元人民币 另外 瑞成刚被指还有秘密问题 当时政法部门以及机委开始秘密调查 究竟是谁在为瑞成刚通风报信和为瑞成刚求情 据央视官员透露 当局发现有涉及瑞成刚犯罪的证据材料神秘失踪 最后导致检方对瑞成刚的指控和法院量刑都非常轻 有消息至 负责瑞成刚案件调查的 正就是时任反贪局局长的吴长志 由于吉林反贪局提供的瑞成刚涉嫌犯罪的证据有瑕疵 检方无法用这些证据来制控瑞成刚 使瑞成刚案件定性和刑罚大缩水 最终瑞仅被判囚6年 2014年瑞成刚与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等人民次牵涉贪腐案 被检方带走调查 此后 海外盛传瑞成刚与中共前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夫人 鼓励平关系亲密 并指令计划曾通过瑞成刚的渠道 向国外媒体放出抹黑习近平等中共高层的消息 而瑞成刚已利用于鼓励平的特殊关系接近令计划 并套取了大量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机密讯息 出卖给外国机构 之后 更有海外爆料网站称 瑞成刚系一种中共高官夫人的公共情夫 瑞被抓捕后 先后有20多名高官夫人 托关系想要把他捞出来 此外 瑞成刚还被报于当时主管文宣系统的江泰常委刘云山关系密切 据消息人士爆料 瑞成刚在被控制时 不但拒绝回答办案人员的所有问题 还质问办案人员 抓我 刘云山知道吗 并威胁要让办案人员 持不了斗着走 瑞成刚判刑后 外界颇感吃惊 其间谍罪等罪名消失 无人知晓真相 瑞成刚刑期自2015年5月18日 如此算来 他已经服刑过半 如果没有减刑 2021年5月17日 瑞成刚将注意报答高官夫人